Kelibus 我是覺得Kelibus好處是可以管理 那Spider它的缺點是說 它開起來之後就是有點像一個 有點像一個記事本 你就打開之後它就是 它一個很簡單的環境 但也會有顏色 然後也會可以讓你去 它也會提示 只是說它相對的比較簡單 就長得像這樣子 你要編輯的話 直接你可以把題目 直接我的習慣是拖拉到這個 這邊就可以了 它就會產生一個新的頁面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把你的程式做輸入 比如說我今天 假如說這邊的程式 如果我就輸入到那邊 我不輸入到Kelibus 其實你就把它當一個編輯器 你或者新的也可以 新的一個新file 然後把程式打在這邊就可以了 因為它還是一樣 而且執行的話也可以執行 上面有個Run 你也是一樣可以把它Run一下 那只是說Run之前 它會問你說你要不要儲存 那如果你要存的話 你就把這個檔案存一下 比如說它是202好了 202 然後把它儲存一下 那就把它Run Run起來 然後它就會去幫你執行到 到這個下方 那 不過這邊是不是有相關設定 有一些 其他的話我想在 在 它結果會Run在這裡 是不是我的環境設置 裡面可能 如果有問題的話 有可能是那個Python的路徑 還要指向給它 然後就可以直接在這邊Run 不過相對如果跟Aeglips比起來的話 它還是相對的比較陽春一些些 那至於安裝的方式 那個在 同學的資料上面也有 安裝的方法 那其實我的習慣是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一你先 找到什麼呢 找到我們的 我是裝在低碟 找到我們的Python的安裝路徑 Python的安裝路徑的話呢 我們是3732這個 找到那個Scripps 那因為我們主要是要利用那個Pype去安裝 所以裡面一定會有一個Pype 那這個Pype的版本 因為已經是最新的 所以不用upgrade 那同學那邊說明裡面是有講到 就是要upgrade 不過如果你已經是3.7的話 不用upgrade 那我的習慣是直接在 找到那個Scripps的上方 這個地方打個CMD Enter一下 CMD就是把那個 命令提示資源打開 就是有點像以前那個DOS環境 那你就在這邊打一個Pype 打一個Pype 意思是說我要引用那個Pype 幫我做install 你跟他講說要安裝 安裝什麼東西呢 安裝Spider Spider 這樣就可以了 你Enter之後的話呢 如果你沒有安裝過 他就會跑這個畫面 我剛剛已經 這個我剛剛才做的 就把他Enter之後的話呢 那他如果沒有狀況的話 他就會開始去幫你從那個網路上面 去把Spider的安裝的東西 套件 從那個網路上幫你撈下來 不過前提你的網路 一定要連線的 是ok的 好 第一個 第二個是你的那個版本 一定要是3.7的 如果你不是3.7 你是舊版的話 比如說3.6 3.5的話 那你要先做upgrade 可能你就是Pype install 後面 減減吧 upgrade upgrade的話呢 你就把Pype再install 好像在那個 同學的這上面這邊也有講到 就是你要先做upgrade的動作 好 Pype install這個 就是要在卡妹上面先把它upgrade 要不然你就是乾脆裝最新的那個 Python的版本 這個upgrade就不用做 再來的話呢 你就打上什麼 打上 這個 Pype install Spider 他就開始跑了 其實我 因為我通常都用最新的版本 所以都不會遇到同學的相關的一些怪怪的問題 好 所以如果你只要照著 我剛剛講的這個方法 應該就可以很順利的把這個 Spider 怎麼樣 幫你裝到你的系統裡面了 那接下來就是說 他安裝完之後 會在你的那個scripts裡面 幫你把那個Spider的ese 直接就把它下載下來 本來這個東西是沒有的 好 如果你執行的那個Pype install Spider的話 那這個es就出現了 那 不過他比較麻煩是說 他好像沒有把它產生在那個 那個 就像我們平常習慣的是 這種附屬應用程 就是在那個程式級裡面了 所以變成說 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就可能要把它點兩下 要不然的話你就按右鍵 把它傳送到 就是你那個 這個連結可以把它放桌面當捷徑吧 然後這邊 假設你要開Spider的話 那你就是變成什麼 就是直接 從那個桌面上去把它做開啟 它會稍微有點麻煩一些些的 應該還有 更簡單的方法 不然就是到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直接 到那個Spider的官網 它有一個另外 不是從這邊Pype安裝 它是額外去安裝的 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說你要找那個 其實好像有個Spider 我之前是 直接從它那個官網上面 你打一個Spider Spider下載吧 它也會到這個Spider 然後 它有一個這個 這邊有一個 它有一個直接 直接讓你去 下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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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印象中 也可以從這邊去做 下載安裝的動作 然後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可以再 試試看 安裝的方法 大概說明一下 我目前都練習了 假如是你 你現在還沒有準備要去 考證照的話 那個部分可以先 先暫時 先 先跳過 而且你先用這個環境 OK 那第一個 Spider的相關安裝 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 把它稍微再 再試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就是 再來看 就是我剛剛提到 有關那個 就是我們的TQ 這個 那個證照考試體的 那個202體的倍數判斷 那如果我要判斷 3 而且是5 它有三種情況 一個是3 而且是5 兩個都會 余數為0 第二個是3 余數為0 那5的余數不是為0 另外一個是5 5的也整除的話 那3當然不整除 所以會有三種判斷 那所以呢 底下它這邊有幾個 輸出範例 一個是輸出55 要得到這樣的結果 輸出36的話 要輸出這樣的結果 應該還有輸出 輸出92的話 那它會出現這個 所以 還有15 所以它有四種翻譯 那我們大概就是把那個 最後的結果 DEMO一下 上面是已經做完了 我先 先不要看好了 我們先看下面的 執行一下 那如果今天我輸入55 ENTER它應該是能夠被5整出 所以它要輸出什麼 55是 55是5的倍數 Multiple是倍數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輸入36 ENTER它要輸出它是3的倍數 如果我今天輸入92 它要輸出它是3 或者是5的倍數 或 不是 應該是END 而且是5才對吧 不是3 不是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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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的倍數 所以剛剛這個地方有漏假一個92 它兩個都不是 那所以又會需要跑一個else else就是 除此之外 都沒有其他的 那我就要做這個判斷 所以我們有幾個關鍵 以後如果你要學會程式 我覺得程式最重要是 處理那個輸入跟輸出的問題 輸入什麼東西呢 輸入上面這個東西 輸出什麼呢輸出下面東西 那下面東西會改變所以會需要做邏輯判斷 OK那輸入的話很簡單嘛 我們就是執行它之後的話 那假如說呢我今天要做輸入的動作的話 那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1 我假如把92輸入進去的話 那一樣我們用input 我們上次講過 那input特別注意 對喔它input進去的話如果你打92的話 它收到的話會是這樣子 92的字串 丟到A 那如果是你用92的字串 做加減乘除 就person的話 它會出錯 因為字串呢 文字是不能夠做加減乘除或求於數的 所以你必須把它轉換 轉換的話呢我們用eValue eValue意思就是把這兩個符號把它刪掉 留下92 所以擺進去的話 就會是一個整數的92 那剛剛講的特別注意喔 會有四種 第一種是 如果 特別注意喔 如果什麼呢 A 所以特別注意關鍵在這裡啊 這個可能就是 自己要把它熟練喔 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第2種情況 第3種情況 有沒有啊特別注意喔 這個每一個每一個 你一定要熟悉第1個就是它的架構 if 什麼 空一格後面就是一個第一個邏輯 else if 第2個邏輯 第3個 其他就是else if 反正你有幾重就一直一直一直下去 那 剩下來的如果 它不在這個邏輯之內的話 那就會跑else OK 所以大概這樣 那這個地方一定會有縮排 縮排一定要必要 之前同學都沒有縮排 那就錯了 在python裡面呢 縮排是程式的一部分 但是vpa 不一定 vpa 你不縮排 它程式還是照跑 但是python不行喔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這個一定要按個TAB鍵 那如果什麼呢 A跟 3跟5都能夠整除的話 敘述特別注意喔 A 那所以我們先打一個 如果這個A 他能夠被整除的話 就打一個person person的話是求餘數 求餘數是除以多少 除以3之後呢 等於多少 等於0的話 那這個表是什麼 第1個 就是說他能夠被 3整除的意思 而且 所以中間打個AND AND嘛 空一格 當然也可以打AND 可以打偶爾啦 就是 連擊或交集 這個應該有概念吧 反正其實不管任何程式啦 其實 邏輯都一模一樣 用來用去你會發現 奇怪 其實好像 看起來是不一樣的東西 但實際上都一樣 你VBA不也是這樣寫 也是AND OK 然後呢 後面 而且能夠被5整除的話 那你就怎樣 把這個複製過來 改成3 改成5 不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呢 後面加一個冒號 有沒有 啊就是符合 就是這個 而且是這一個的話 那就是 print它 什麼呢 這個A A的數字 假設我今天是輸入什麼 15的話 15這個數字 逗點 特別重要 這個print中間加一個逗點 意思說 將來你輸出的時候 它會在中間多一個什麼 空格 所以你這邊的話 兩個方法 你要不就是怎麼樣 這個地方直接加一個逗點 這是方法一啦 如果你不加逗點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用串接的 加上什麼呢 這個後面的東西 但是如果加在後面東西的話 空格變成你要自己補一下 兩個方法其實都可以 OK 只是說你習慣哪種方法而已啦 所以 這個證照考試它沒有標準答案 它 最重要是看你最後輸出的對不對 如果你輸出的東西是對的 那你上面寫的方法跟它不一樣 沒有關係 那不能說 硬是要人家 只有一種寫法 不可能啦 因為程式說真的每個工程師 在習慣不一樣 你會發現 10個工程師寫一樣的程式 寫作的結果一定會有10個結果 不太可能會有寫出一模一樣的 的可能喔 我發現真的喔 而且 不只是差別是功力問題 真的 功力好的 寫出來程式的精簡 而且易於閱讀 但是呢 很菜鳥的 看了都覺得 一看就知道你是菜鳥 為什麼因為你寫的就是讓人家覺得你就是很 很 很拉哩拉渣 然後 不知道怎麼說 然後該有的習慣都很差 所以 很重要一點就是你要怎麼讓人家感覺 感覺你這個就是清爽 就是乾淨 就是易於閱讀了 所以這些好習慣都慢慢養成 然後另外當然註解我前面講說你也可以再加一些註解 所以第一個這個OK了 那你會發現剛剛本來會有錯誤的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呢 Eclipse大概過一段時間喔 他就會 把那個錯誤訊息把它解掉 所以這OK了 然後這個的話呢是3的倍數 所以其實這個Als 就直接把這個 複製到這邊就可以 那這個的話呢 就把這個 複製到這邊 那這個就不用了 好程式寫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很多地方都是複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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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製我的習慣是 拖拉加Ctrl鍵 拉拉拉拉 所以你會幫你寫程式還蠻快的 真的 寫對啦 其實說真的 不用打很多字啦 你不要配合他打一堆 你看我一隻手就可以啦 一隻手還要拿麥克風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真的啦 你對的 程式只要你寫對的很 優雅的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好你不需要說一直在那邊很急 很忙然後亂 亂改改完 那改到最後自己也不知道再改什麼了 只是為了把程式改出來 之前蠻常 Google也有人 工程師自己講說他改完之後 一直改都錯 最後改對了問他為什麼 他說他不知道 他說他就一直改一直改 改到對為止 然後Google呢 亂找找到貼 貼不行換下一個 貼貼貼 終於可以了 那就交差了 問他為什麼錯 錯在哪裡 他不知道 真的 他不知道 但是 客戶那邊照RUN 什麼時候會出狀況 也不知道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那很危險 這邊特別重要 逗點 如果另外一種寫法 那我們就是 我習慣是寫這種寫法 因為他基本上加逗點就會 當你輸出的時候會先輸出這個 後面空一格之後就輸入另外的東西 他等於是 輸出兩個字串 中間 會幫你加空白的意思 因為剛好就是符合我們要的 那我就把他加逗點就OK了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 就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特別注意 這一題 我覺得 還蠻不錯的是 第一個 你要非常熟悉 這些敘述語法 而且要能夠 像口語一樣 以後看到 就很 優雅的把它打出來 另外的話敘述就分別把這底下的東西改一下 那 結果就符合你要的 OK 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盡量可以這樣 先不要看 從頭打 然後如果你可以 很快的時間裡面 最好是能夠在三分鐘裡面把它打完 那表示你應該過關了 OK 是 最後那個 Als一定要 Als一定要啊 或者你可以Als if Als if的話你可以把這邊 把它改成什麼 偶爾就好了 Nuts 顛倒 這邊可能要不等於 不等於零 這邊是等於嗎 你可以打一個不等於 納車的話 不等於是這樣的 不等於零 或者是 那個什麼呢 不等於 這邊 另一段寫法 如果你不這樣寫 你可以寫這樣 應該這樣 應該這樣也OK 就是 Als if 他不等於 那就是可以拿這個來改 不等於 不等於是這樣 不等於 納車 不等於 這邊打一個偶 或者是 不等於 應該也可以的 應該也可以的 你的意思是這樣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也 會是 我們試一下 如果這樣過來 如果輸入92 那92這邊應該不會過 這邊也不會過 這邊也不會過 就是這邊 這邊的話會不會過呢 他不等於零 或者是不等於零 我們試一下好了 我這也沒試過 OK的話 如果今天輸入92 那剛剛是用else 那現在如果用 Else if這個 也可以啦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但是問題是 你寫這樣有什麼意思呢 對不對 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寫這樣 要覺得 你 對不對 不過我真的常常看到 有人就是習慣 喜歡這樣寫 你寫一個else就好了 你幹嘛沒事 寫一個這麼長一串東西 Else 對不對 這樣就清爽多了嘛 你寫那樣子的話 我還要看半天 然後還要了解 你那個邏輯到 原來你那個邏輯 就是Else 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 程式 不是說你自己 以為認為怎麼寫就好 還要想到一點 是不是能夠讓程式 那個更 邏輯 更 閱讀上面 更簡易啦 雖然很多方法 所以像我程式寫完之後 我還要先確認一件事情 我這樣寫會不會 太囉嗦了 OK 能不能再精簡一點點 如果你有符合 再精簡一點的 這個原則的話 那 當然你會越寫越 會流暢 然後連自己看了都覺得 賞心悅目 不要程式寫完之後 連自己都覺得 連自己都覺得很 很雜 很心情不好 看了就覺得 如果你寫完之後呢 自己看了之後就覺得很舒服 那表示應該就對了 不過這個境界可能要慢慢花一點時間 最重要 你要到 寫什麼都OK 之前 也要記得 要熟練 怎麼樣叫熟練 就是請你在三分鐘之內 把程式全部打完 才好像過關 三分鐘應該 有點嚴苛啦 不過 我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不行 真的你學這個 真的以後 真的不會用 為什麼很多人不會用 因為你根本就打不出來嘛 你怎麼用 對不對 OK 所以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覺得證照考試 它有個優點就是說 就是強迫 你一定要把它熟練 反正你就是一直打 所以你如果拿到那張證照之後 基本上呢 沒有100分 基本上 有個70分應該也沒問題 就是說你要打什麼程式 也就沒什麼太多的問題 所以 建議各位就是 花點時間 反正坐下來 既然 你要學程式的話 也切記一定要熟練 而且心態上面你不能 像以前學別的軟體一樣 像學別軟體 像學eSale 反正不會按一下都會有 那這個是 你沒有地方可以按的 該記的地方還是要記 如果剛開始記不太起來 沒關係 就是 至少雲端上面你要整理一份 你自己的筆記 我是建議 要不就是你用寫的 那 不過未來 還是 慢慢 雲端用雲端的方式 所以像那個 有幣不錯 我發現他也把雲端用得非常透徹 所以 這感覺 因為雲端的好處你又可以分享 而且 他又不利於分享 我覺得這心態是還蠻健康 這點是非常的棒 感覺就是 所以我 看了他東西 我真的覺得 有一句話叫拋磚引玉 講的是還蠻好的 因為我就拋出了磚 因為我就拋出了磚引來他的玉 所以他 他東西 他東西真的是 我一看 哇 真的 太厲害了 比我花的時間還要多 我恐怕十倍二十倍都不止 那主要就是 鼓勵啦 希望就是有個風氣以後的話 學完這個課程以後 至少學完吳老師的這個 Python課程之後 應該 至少都有一個 品質保證 OK 試一下 把剛剛講的那個 202題 稍微把它列一下